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克拉克的頻道 在今天這部影片中 克拉克將要教你們製作一個玩家們 在遊戲中購買之後 就可以取得兩倍移動速度的 GamePath同新增喔 我們要創建GamePath的話有這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你的遊戲必須要是發佈並且公開的 你可以點擊右上角資訊卡觀看這部影片 來了解怎麼發佈並且公開你的遊戲 接著我們來到Roblox網站上的創作頁面 點擊左邊的Pathes 在這個頁面你可以接位公開的遊戲創建GamePath 如果你遊戲暫時不想公開的話 我們再次點擊上方的創作 看到你要新增GamePath的非公開遊戲 點擊右邊的齒輪 按下Create Path 接著我們要為這個GamePath填入名稱還有一張圖片 描述欄呢可填可不填 要注意圖片同樣是會被Roblox偵測是否有不當內容出現在裡面的 所以你有可能會因為這個收到警告 接著我們就按下Preview 等你來到這個頁面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圖片是空的 必須要重新上傳 重新上傳之後你會看到這個GamePath 在Roblox網站上會是長什麼樣子的 因為我們GamePath的圖片會是圓形的 所以你在圖片中答的字呢 有可能被切掉 卡克這邊已經製作好一個標準的GamePath圖片了 如果你想要知道怎麼製作一個標準的GamePath圖片 現在趕快幫這部片按讚吧 如果你有對這個GamePath做任何修改 要記得點擊右下角的儲存 再來我們點擊左邊的買賣 我們將道具販賣中這個選項給開啟 開啟之後我們要輸入這個GamePath 你要販售的價格 這裡呢我就輸入100 要注意Roblox會抽30% 所以如果有人買我這個GamePath 我實際上會收到70Roblox 修改完之後要記得按儲存 這個網站呢我們先不要急著關掉 接著我們來到Roblox Studio中 要記得我們要開啟你有設定GamePath的遊戲 我們在Starter GUI裡面新增一個Screen GUI 將它取名為GamePathScreen 接著我們在GamePathScreen底下 新增一個Local Script 將它取名為Purchase Script 然後再新增一個Test Button 或者是Image Button 你可以自行做選擇 卡克這裡為了方便講解就使用Test Button 接著將它取名為Purchase BTN 這個按鈕會在玩家按下去的時候 跳出一個購買GamePath的視窗 最後我們在Server Script Service裡面 新增一個Script 將它取名為GamePath Handle 那我們接著就要來寫程式了 我們開啟剛剛新增在GamePathScreen底下的 Purchase Script 那麼這些就是我們會使用到的一些Service 還有GUI object的變數 接著我們就要來設定這個Purchase BTN 被玩家按下去 Mouse Button1到的Event事件 我們將它連接到 Prompt Purchase這個方選 那麼接下來這個 Prompt Purchase的方選 是我從Robulus API的教學 從Client Site Code 這個部分呢 複製貼上的 如果你懶得打的話 我會把這個頁面 附在下面的直訊欄裡面 紮克在這邊會一一和你解釋 這個Prompt Purchase 每一行的作用 首先Local Player這行沒什麼好說的 就是在取得玩家Player的Object Local HasPath等於Force這一行呢 是因為我們待會要檢查這個玩家 是不是已經有購買這個GamePath了 接下來是Pcode這一行 Pcode它是一個Lua語言內建的韓式 它會在保護模式下 呼叫你放在裡面的這個方選 Pcode我們平時會用在一些 在這個方選裡面的程式執行之後 發生錯誤有可能會毀了整個遊戲流程的情況 例如我們以前在這一部保存玩家資料的影片中講到的 如果我們要從Robulus的資料庫拿資料 在跟Robulus資料庫溝通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不穩定的 而玩家資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使用Pcode 來預防一些錯誤的發生 而我們在這個方選裡面寫的 MarketplaceService的 User-Owns GamePath Async 這個函式 就會去和Robulus資料庫溝通 檢查這位玩家呢 是否已經有購買了這個GamePath 在使用User-Owns GamePath Async 之後 我們會使用到玩家 獨一無二的 User ID 還有一個獨一無二的 GamePath ID 沒錯 就和影片中看到的一樣 我們的GamePath ID還沒有被定義 現在我們打開我剛剛叫你不要關的GamePath的網站 我們創建的所有GamePath呢 都有自己的一個ID 也就是網址上面寫的 這一串數字 我們將這一串數字呢 給複製下來 然後到腳本中呢 建立GamePath ID這個變數 把裡面的值呢 給設定為 剛剛複製的這個數字 這樣我們的User-Owns GamePath Async 這個函式就會幫我們檢查 這一位玩家呢 是否已經擁有 對應ID的這個GamePath 我們的User-Owns GamePath Async 他會返回一個布林值 所以has-Path這個變數呢 也就是這位玩家呢 是否擁有這個GamePath 那麼在Pcode裡面的 Function執行完之後呢 他會返回一個布林值 還有結果 也就是Sersys和Message 這兩個變數 Sersys 就是一個讓我們知道 我們使用Pcode 呼叫的這個Function呢 有沒有發生任何的錯誤 沒有錯誤的話 這個Sersys 就會是True 有錯誤的話 就會是False 而Message 則會是一段 錯誤訊息 所以在接下來的程式中 我們就是在檢查 如果有錯誤發生的話 我們就Warn 發出警告 然後直接Return 不執行接下來的任何程式 那麼就讓我們假設沒有任何錯誤發生 接著我們就要來檢查 這位玩家呢 是否已經擁有了這個GamePath 也就是寫一個 if判斷式 我們檢查has-Path裡面的值 如果玩家已經擁有這個GamePath了 你可以考慮什麼都不寫 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或是跳一個視窗呢 告訴玩家他已經擁有這個GamePath 我這裡呢就單純的print 玩家已經擁有此GamePath 作為測試 那麼如果玩家沒有這個GamePath的話 我們就使用 MarketplayService 底下的 PromptGamePathPurchase 這個函式 這個函式呢 其實大家多多少少都見過了 就是跳出這個購買GamePath 要你花Robots的小視窗啦 在這個函式裡面 我們要輸入玩家 Player的Object 還有GamePath的ID 現在我們按下Play進入測試 在這裡會發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當我們的玩家按下這個購買的按鈕 我們的購買視窗呢沒有跳出來 並且我們的output視窗呢顯示了玩家已經擁有此GamePath 這是因為如果我們使用Play進行測試的話 玩家會自動擁有這個遊戲的GamePath 我們按下Stop結束測試 我們點擊上方的Test的選項 看到Class and Service 我們模擬一位玩家進行測試 我們按下Start的進入測試 我們同樣按下購買GamePath的按鈕 我們就可以看到購買的視窗成功跳出來啦 不過購買的視窗跳出來呢 肯定是還不夠的 我們接著就要來設定當玩家 按下確認購買的按鈕之後 要給予玩家哪一些額外的功能 那麼在今天的例子中 咖克要製作的是一個玩家購買之後 就可以得到兩倍移動速度的GamePath 我們打開GamePath Handler的script 那麼這些就會是檢查玩家是否成功購買GamePath的程式 就如你所見 這些韓式還有事件的名稱都很長 如果你懶得打的話 你同樣可以在Robus API的教訓網站裡 在Server Site Call 這裡找到全部的程式碼 然後複製貼上 那克拉克這邊就一一解釋每一行的作用 MarketPath Service和GamePath ID 克拉克就不解釋了 我們先看到 Prompt GamePath Purchase Finish的這個Event事件 這個事件會在 當玩家在遊戲中購買的任何GamePath的時候觸發 那麼我們為這個Event連結了 Unprompt GamePath Purchase Finish的這個方式 也就是當玩家在購買GamePath的時候觸發這個方式 我們在Prompt GamePath Purchase Finish的這個事件中會取得是 哪一個玩家進行的購買 購買的GamePath ID 然後是這次的購買是否成功 那我們就在這個方式裡面檢查 如果玩家購買成功 也就是Purchase Success 等於True的話 並且 玩家這次購買的GamePath ID 和我們上面定義的這個GamePath ID是相同的 那麼這兩個條件都成立的話 我們就要給玩家這個GamePath的功能 那麼玩家的移動速度是由玩家角色模型 Character 裡面的Humanoid 底下的Walker Speed 這個屬性來控制的 所以我們就把玩家Humanoid底下的Walker Speed 變為原先的 兩倍 或者你要輸入32也可以 因為在預設情況下 玩家移動速的值是16 我們按下Start進入測試 現在當我按下確認購買的按鈕 我的玩家移動速度呢 就會變成原先的 兩倍囉 不過聰明的你肯定發現了 我們在幫玩家 設定兩倍移動速度的地方 是當玩家購買GamePath的時候 才會觸發的 我們總不可能要求玩家要一直購買GamePath吧 而且我們的GamePath呢 不一定要在遊戲中才能進行購買 我們同樣能在遊戲頁面底下的商店呢進行購買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如果玩家重新進入遊戲的話 他已經購買的這個GamePath的效果呢 是不會被觸發的 所以 我們要再另外設定一個 當玩家加入遊戲的時候 檢查玩家是否有購買對應的GamePath 然後把GamePath的功能呢 重新設定給玩家的事件 那麼當玩家加入遊戲 非常簡單 就是一個Players這個Service 底下的PlayerEdit的Event事件 我們將它連接到 OnPlayerEdit的這個方式 那麼OnPlayerEdit裡面寫的程式呢 其實我們剛剛 都已經做過了 首先我們使用 User Ons GamePath Async 來檢查這位玩家呢 是否擁有 這一個GamePath 因為這個函式會和Roblox的資料庫溝通 所以我們把它包在Pcode裡面 接著我們就檢查有沒有任何錯誤發生 有的話我們就直接Return 沒有的話我們就檢查這個HasPath的變數 是不是True 也就是玩家是否擁有這個GamePath 有的話我們同樣的 將玩家Humanoid底下的WalkerSpeed屬性 給設定為原先的兩倍 這樣子我們的玩家不管是透過網站或遊戲中購買這個GamePath之後呢 只要加入了這個遊戲伺服器 它的GamePath的功能就會再次生效了 在這邊稍微補充一點 在你把遊戲正式發佈到Roblox網站上之後 很有可能會發生 明明這位玩家有購買GamePath 但遊戲卻沒有幫他設定GamePath功能的情況 甚至還能在F9的紀錄裡面看到我們的伺服器端呢爆出了錯誤 這是因為我們的角色模型呢在PlayerEdit觸發的時候 有可能還沒有完成生成出來 在這個時候你可以考慮在PlayerEdit觸發的時候 在UnPlayerEdit這個Function裡面 使用Task.Wait等待個幾秒鐘 這樣就能給玩家角色模型一些生成的時間 通常就可以解決這樣子的問題了 這樣就是一個GamePath的功能該做的所有設定囉 不過機智的你肯定會想問 在今天影片中寫的GamePath的程式 好像都只能對應一個GamePath 如果想要製作像其他遊戲一樣 顯示所有可購買的GamePath的商店 又該怎麼做呢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卡克將會在未來介紹更多不同的GamePath功能之後 再製作一部GamePath商店的影片喔 在那之前你有什麼想看到的GamePath功能嗎 在影片下方留言就有可能出現在影片中喔 在影片的最後呢 要特別感謝所有加入頻道會員的好書寶們 有了各位的幫助 卡克才有辦法更穩定的製作更多關於 開發Roblox遊戲的教學影片 如果你還不想加入會員 那你也可以選擇幫這部影片按一個讚 並且訂閱這個頻道 開啟小鈴鐺 這樣同樣能夠幫助到這個頻道的成長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這裡是卡克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by bwd6